表姐威武啊 龙空空眉飞色舞地嘀唬一声 仿佛被选中的是她自己似的 还碰了碰身边的老哥 龙荡荡也没想到 林梦露竟然会选择自己 也是微微一愣 而骑士一般已经成为了被瞩目的对象 就连紫桑刘盈 蔡彩娟 唐雷光和初玉 这几位一年级顶级天才 也不禁都将目光投了过来 寻找了这个 对他们来说十分陌生的名字 骑士一般的少年骑士们 也同样投来了震惊的目光 一年级五大天才虽然有排名 但公认天赋最好 也是最为神秘的 就是这位神女了 只要正常成长 蔚来并入圣堂这个评价 甚至都是比较保守的 而且她几乎不和牧师一班之外的 任何其他班级学员来往 所以几乎都没有什么人 见过她的本来面貌 而此时此刻 她竟然毫不犹豫地 选择了骑士一班的一名学员 而且还是一名新来的插班生 怎能不让人吃惊 就连院长都愣了一下 显然是因为 龙当当这个名字 是有些陌生的 下面开始低年级抽签 院长宣布 抽签很简单 法术三系的学生轮流抽签 抽中近战三系的谁就是谁 凉凉组队 龙当当 你说会不会有个美女魔法师抽中我 龙空空兴冲冲地说道 龙当当瞥了她一眼 排骨女神 一名美丽的召唤师也行啊 龙空空越想越兴奋 龙当当排骨女神 要是牧师姐姐也不错 我看牧师里面姑娘也不少 龙空空笑嘻嘻地说着 龙当当 排骨女神 知道啦 知道啦 我就看看 而且这抽中了也不怪我吧 龙空空美好气地说道 龙当当道 我也想知道 谁运气这么不好 会抽中你 一年级一共就六个班 62名学员 很快 抽签结果就出来了 为什么受伤的是我 何红颖哀嚎一声 是的 抽到最后 不可避免地多了两个人的近战三戏 空出来两个人 赫然正是何红颖和龙空空 所以 他们虽然都是近战 却不得不被配对在一起 喂 我很差吗 龙空空美好气得道 何红颖悲痛地看了她一眼 仿佛是在问 你什么实力 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我也四阶了 龙空空骄傲地说道 众人一愣 但很快表情又恢复了正常 就算四阶又能如何 雲力500是四阶 1990也是四阶 那能一样吗 但无论怎么说 抽签都已经结束了 不可更改 二年级 三年级的抽签 也陆续完成 考核即将开始 低年级两人一组 立刻组队 考核过程中 当你们被判断 无法再继续支撑考核时 将会被传送回归 也意味着你们的考核完成 积分锁定 所以 希望你们能够坚持更长的时间 战胜更多的模组 随着院长的话语 高年级那边没什么变化 本来他们就是六个人 一个小队这样的组合 而低年级这边 却快速行动起来 刚刚完成了抽签的众人迅速配对 最引人瞩目的 自然是神女梦露 这位戴着面纱 鸟鸟停停地 来到龙当当身边站定 看不出有丝毫的尴尬 看着和和红尹 站在一起的龙空空 林梦露低声道 那就是你弟弟吗 嗯啊 谢谢表姐选我 龙当当微笑着说道 林梦露道 其实是外公让我在今天考核中选你的 想通过我看看你的实力呢 当然 我自己其实也是想选你的 因为我和金战系别人也不熟 咱们好歹是亲戚呢 当当表弟 你可要保护好我哦 龙当当笑呵呵的道 表姐乃是一代神女 应该是表姐保护小弟才对 两人几乎是同时扭头看向对方 在这一刹那 她们的眼神中都闪过一抹恶然 她们也都在瞬间明白了 为什么之前会有熟悉的感觉 因为她们本来好像就是性格有点相近的 而不知道她们具体情况的外人 将她们交谈的这一幕看在眼中 却是震惊的 这分明就是相谈甚欢啊 所有人准备 一众灵卢学任的高层 从天而降落在了地面上 众人立刻集中精神 每个人的眼神都变得凝视起来 晚辈灵卢学院第51任院长周水熙 恭请诸位智者 老院长声音洪亮 整个灵卢学院 似乎都因此而出现了奇异的共鸣 轻微的震荡感出现在空气之中 龙当当集中精神去感受 顿时发现 空气中各种天地元气 各种元素都变得浓郁起来 仿佛整个灵卢学院都在生腾着似的 下一刻 天空开始出现奇异的变化 淡淡的彩色光运流转 九团奇异的光芒开始凝聚 灵卢学院内不同的方位 升起九道光芒 注入到空中的九团光运之内 顿时 空气中的元素波动 瞬间暴增十倍 空气都变得粘稠起来了似的 感受最深刻的是龙空空 因为伴随着空气中能量的增强 龙空空的元窝灵卢 自行应激而发 开始飞速地吸收着空气中的元素能量 融入自身 龙空空只觉得 此时融入能量的速度 甚至可以和老师给自己施展大天使之拥的手相比 天空中的九道光影渐渐凝实 能够隐约看到 那是九尊体积巨大的灵卢 每一尊灵卢看上去都极为瑰丽 散发着浓烈的光彩 上面更有着大量的光纹 在剧烈地波动着 而最为奇异的是 每一尊灵卢之上都悬浮着一道身影 一道类似于人类模样的身影 有男与女 有高有矮 虽然全都是光影模样 但却依旧极为震撼 毫无疑问 这就是灵卢学院建立的基础 也是整个圣墨大陆上 被誉为最强灵卢的那九位智慧灵卢 也是院长口中的智者 他们的气息是如此的浩瀚 但随着他们的出现 整个天空都已经变成了彩色 而此时 龙空空的目光 凝聚在了最中央的那尊灵卢之上 那灵卢赫然是之前 他与龙当当刚来灵卢学院时 审视他们的那尊灵卢 此时 他坐镇九大灵卢中央 那道女子的身影 笼罩在奇异的九彩光运之中 不知道为什么 龙空空竟是感觉 他仿佛是在看自己似的 是否已准备好 柔和的女声响起 院长周水熙恭敬地道 回禀前辈 学院全体学院已准备完毕 好 开始吧 刹那间 空中九尊智慧灵卢 瞬间爆发出夺目光彩 所有学院只觉得 眼前的一切都已经被光芒所覆盖 再也看不清周围的一切 扭曲 扭曲 龙当当只觉得身体十分难受 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在剧烈地扭曲变化着 而也就在这个时候 他只觉得自己的手臂被一只纤细的小手抓住了 扭曲感顿时变得轻微了一些 似乎只是过了一瞬间 又仿佛过了整个世纪 扭曲感悄无声息地消散 眼前的一切也重新变得清晰起来 晦暗 首先的感受就是无尽的晦暗 天空灰蒙蒙的 光线昏暗 大地是棕褐色的 寸草不生 更是一望无际 远方能够看到一些丘陵地带 一种无形的压抑感萦绕在心头 抓住龙当当手臂的纤细小手松开了 柔柔的声音随之传来 这里好压抑呀 暗元素浓郁 光元素十分稀薄呢 表弟 我有点害怕 龙当当扭头看向自己的神女表姐 有些无奈地道 表姐 咱好好说话行不 大家都是自己人 梦露好奇地道 咦 不是这样 说话你应该更适应吗 龙当当摊开双手 不装了 我摊牌了 表姐 我只有四阶九级 你可是学院神女 你要好好保护我才行啊 梦露一愣 你都没舞阶 那你怎么当上的骑士一班班长 龙当当耸了耸肩膀 道 大家抬爱罢了 梦露正要在说什么 突然间 眼神一凝 扭头看向一个方向 敌人来了 是的 敌人来了 远方 黑压压的一片身影 正在快速朝着他们的方向靠近 那是一只只如同螳螂一般的怪物 看起来足有上百只只多 每一只身长都有近两米 一双前肢如同巨大的闸刀 速度飞快 直奔他们的方向冲来 魔族双刀魔 攻强守弱 表弟 你挡住正面哦 梦露柔声说道 好的 表姐 龙当当上前两步 挡在梦露身前 双手一翻 两柄重剑就出现在掌握之中 梦露道 这里应该是模拟的当初魔族占领的区域 黑暗属性最为浓郁 光属性稀薄 对我们属性不利 考核应该是不断地引来魔族攻击我们 坚持时间越长 击杀魔族越多 考核评分就会越高 光属性对魔族具有比较强的克制作用 这第一波双刀魔实力不是很强 你能不能全都抵挡下来 给我点时间 我尝试建立一座法阵 争取多吸收一些光元素过来 给我们后续作战提供支持 我试试吧 龙当当说道 好 那就靠你了哦 梦露微笑着说道 一边说着 她手上光芒一闪 一根淡金色的法杖出现在掌握之中 法杖前点 一团金光出现在杖头点向地面 开始在地面上拉拽出一道金色的光纹 龙当当看着她认真的目光 似乎完全不担心那些双刀膜前来攻击似的 心中不禁暗暗赞叹 这是对自己完全信任了 那自己也不能辜负表姐的信任啊 手中一双重剑插在地面上 龙当当手指上的空间戒指再次释放光芒 这次一根法杖出现在掌握之中 她的双眸也瞬间化为了青壁色 似乎是感受到了她身上气息的变化 梦露下意识地抬头看向她 看着手持魔法杖的龙当当 顿时想起了她还是魔法与骑士双修的魔法骑士 法杖挥动 也不见她念咒语 一点点青芒就从法杖前端飞射了出去 那青色光芒看上去并不强烈 但在飞出之后 却是迎风暴涨迅速变大 化为一道道锋刃 当飞出五米之后 竟是再次加速 迸发出刺耳的立笑声 迎向已经靠近到30米范围内的双刀膜群 扑 第一头双刀膜在碰触到锋刃的瞬间 身体继续前冲 青色的锋刃却是泯灭消失了 但她在冲出数米之后 那看起来宁恶的身体 却是悄然一分为二跌落尘埃 那一道道锋刃像是长了眼睛一般 精准地切割开一头头双刀膜的身体 将这些看上去十分凶恶的存在 完全扼杀在20米之外 双刀膜似乎也感觉到了不对 试图分散开来 从不同方向前冲 但无论他们无论如何调整自己的方位 却总是有锋刃精准地找上他们 将他们的身体切割开来 当最后一只双刀膜也跌落尘埃时 苍茫的大地又重新变得安静下来 梦露抬头看了一眼 龙当当 似乎丝毫没有受到不远处那些凝恶的双刀膜尸体影响 表弟有点东西啊 不愧是疯的聆听者的弟子 表姐还需要多久呀 龙当当问道 快了 快了 你再挡一波应该就差不多了 梦露柔声说道 表弟加油 就在他们说话的功夫 刚刚死亡的双刀膜尸体渐渐变得虚幻 消失 远处三道身影却同时出现 依旧还是双刀膜 但却只有三只 只不过 这三只双刀膜的身长都超过了四米 通体毕率 他们口中同时发出低沉的咆哮 下一刻 就直奔两人的方向高速冲来 速度比之前那些普通双刀膜快了一倍不止 表弟 小心哦 碧率双刀膜 每一只都相当于五阶强者 速度快 攻防很高